家住安徽宁国的小鱼与丈夫小孔近段时间经常因为琐事频繁争吵 每次吵完架小鱼都会离家出走 直到下半夜才带着酒气回家 6月16日这晚小鱼同往常一样 吵完架后与男伴出去吃宵夜喝酒 而这一次觉着不对逃的小孔悄悄地跟了出去 当小孔到达妻子与别人约定的地点后 发现妻子与另外一男子谈天说地甚是开心 根本没有哭天抹泪心思不快 待两人酒足饭饱后 妻子上了男人的车 小孔骑着摩托一路跟随 汽车行驶到偏僻郊区停了下来 并开始有节奏的晃动 小孔挪动脚步上前 目睹了一丝不霸的妻子与别的男人躺在车里 痛患的全过程 目前心灰意冷的小孔正准备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 你曾是我的全部 中文字幕——YK